四、三、二、三 楊老師,你怎樣看現在的家長 很輕逼小朋友去畫素描? 其實流行的觀點 對於那些完全沒有任何美術背景的人 他們認為畫畫的基礎是畫素描 就像學好數學學學理工科一樣 不一定學畫畫,不一定學好素描 那素描什麼叫做好呢? 就叫做一定畫得遲 這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他們其實不明白 其實很多心理學的研究都講了這條 一般人來說,他們的畫畫判斷是像不像的 所以這是一個流行的觀點 一個流行的觀點 人一定比流行的觀點左右 所以說這件事之前 我會講一個傳播學很流行的看法 這個看法是1922年 美國著名的暴人李福萬提出來的 就是一方面人的個人經歷有限 知識有限 所以他們所知道的這個世界的絕大部分知識 都是道聽圖書 以至於組成一個巨大的成見府 人們都基本生活在成見府裏面 同時人們的本能是要對任何未知的事和未來 要有期盼的 要有估計的 要有預計的 所以絕大部分人 其實是用成見去虛構他們所不認識的 或者不認識的事 其實是畫畫人 畫畫就是畫素描 為什麼要畫素描呢? 因為素描是基礎 為什麼才能判見素描呢? 素描畫得像 好像有一次我碰到一個朋友 她跟我說 我女兒真的讀高中了 功課太多了 所以沒有時間學畫畫 她說畫畫畫很好 她說畫畫很好 她初中畫素描的那些杯 畫得很像 我笑 你們的過年代那些杯畫得很像 所以畫畫很好 其實沒有關係 但你和一般的人 討論這件事是很大的困難 為什麼呢? 因為一般人是認為 什麼畫畫呢? 就要畫像那樣東西 因為它沒有其他標準 你怎麼跟它解釋 它沒有用的 對 因為要有一個目標 通常人要建立一個目標 好像數學 比如有升級 有考級 有考試 有90分 100分 但畫畫沒有這件事 所以它唯一的標準 就變成 到底是像還是不像 它一定是這麼標準 像還是不像 還有流行觀點 就是素描是美術的基礎 沒有一個人去追究 這個是怎麼來的 而且很多人會覺得 很多帶小朋友去畫畫 有他們亂畫的就是玩的 而學素描就是很專業 那個叫做學專業 帶小朋友來玩的 家長就會想 花點錢帶小朋友來玩 有什麼意思呢? 他會學東西 什麼叫學東西呢? 對普通人來說 這個學的東西 一定是可測量的 有評判標準的 對於美術來說 就要畫得像 對於音樂來說 就是降下考級 否則他覺得這筆錢花下去 那小朋友有沒有進步呢? 他們不能夠接受什麼呢? 不能夠接受 遊戲是一個人生的重要方式 其實小朋友或者少年時代 甚至成年人 其實遊戲是一個很重要的 介入社會的方式 只不過他們不認 他們不認是因為承建起作用 而承認很固執 一方面他們承認自己不懂美術 但另一方面他們 實際上內心是抗拒的 因為他們認為 不顧我懂不懂 你畫得像就好 畫得不像就不好 對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 所以加上中國的家長 就很喜歡 因為小朋友會學多些東西 而且不能夠看到小朋友太有空 他們如果有空 可能會學其他東西 學畫 所以一定要學 聽說藝術很高尚 就學藝術 音樂有標準 考級 跳舞好像有標準 越跳越漂亮 畫畫也有標準 可以畫越像 他們不能夠接受其他的 他們不能夠接受 要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其實他們不明白一個什麼道理 實際上很多人畫畫 很多小朋友畫畫 千萬不要以為他們是天才 絕大部分的小朋友 在兩歲左右 都會進入一個桃末階段 其實他們都很喜歡桃末 其他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就是 拿著一筆 在家裡燒號紙 什麼燒號紙法 畫幾筆 就要訂 有時候有五十張 六十張七十張 加一張畫畫 我小朋友很有鬼話天才 他很喜歡畫畫 是否在家裡燒號很多紙法 是呀 他說你都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訂了一張紙 其實是一個小的錯字 為什麼呢 因為他說不像他看到那樣東西 小朋友 因為他天生 看到那樣東西 是天生的 但是你把他看到的東西畫下來 是另一件事 小朋友不明白 大人不明白 所以小朋友不斷訂字 所以實際上 所謂的學畫畫 其實是一種參與的過程 其他一個很重要的訓練 就是希望小朋友不要浪費紙 第二個 你要把這個圖妹的興趣 維持下去 因為扔一張紙 就是多一個錯字 我們不扔紙 那麼 入門的訴求 讓他能夠維持圖妹的興趣 就要不斷告訴小朋友 不用說像你看到那隻貓 不用說像你看到那隻老虎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符號 代表那樣東西 代表那樣東西 成年人告訴小朋友 這條叫魚畫一個簡單符號 這條叫貓畫一個簡單符號 這條叫貓畫一個簡單符號 小朋友會接受的 比如說中花一條線 地平線 你不說小朋友不接受的 小朋友不能夠自動成長到 他能夠兩三歲畫一條線 你叫地平線 不是的 這是成年人概念 絕大部分小朋友 一說話日出 太陽眼就畫一個紙片 其實是對的 太陽是天邊出來的 天邊在紙片上就畫一條線 於是你說不是 太陽是從中間出來的 這個雖然這麼簡單符號 首先是要成人說的 小朋友的特點就是 你講兩次他就知道 一知道以後 他就知道太陽是中間出來的 中間的地平線 曲線上下就要山峰 另一個就是河流 這些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就不斷放一些很簡單的過年 就告訴小朋友 當你不告訴他 實際上小朋友是不知的 不知的 所以一定要明白 為了維持小朋友圖門的興趣 減少他在這個過程中的挫折 使他智力的成長 和圖門的興趣 能夠與時俱進 是的 這是最重要的 很重要 因為很多 我教的這麼多小朋友 特別是到八、九十歲的時候 如果他前面沒有受過一些 我們所謂的二童畫的訓練的時候 他就很怕畫錯了 經常都對著一張紙 反後鬥 經常都不夠膽 或者你給他一支簽字筆 他就不敢畫 他就說我要一支圓筆 拿一支圓筆 他就拼命畫一條線 又插回一條線 又插回一條線 他就推進不了 所以實際上 到我七、八歲的年紀 小朋友 基本上可以分兩類 有一類很大膽 一條線 一條線 但另一部分 很拘謹 看看畫筆 看看畫筆 為什麼呢 怕錯 如果從心理化角度來講 凡是那些很怕錯的人 不敢一條線畫下去 一些些 又插回一條線 這些人 其實應該過剩緊 或者這些人 只是受到一種 無形的愛的壓力 有一種內心焦慮 凡是手放得開 人一定是放鬆的 所以實際上 這個時候你要明白 其實真的不是畫筆 其實真的是一種 心理素質的分別 首先要放開 於是 在這個過程中 就要不斷和小朋友說 和小朋友說 你不用畫齒的 因為 畫齒的目標 對於一個 智力未成長到成熟階段 或者未經過過過程 是達不到的 當你把一個達不到的目標 強行加給一個小朋友的時候 而他達不到這個目標 是有先天原因的時候 這個錯説就是很重要 到什麼程度呢 重要到 其實整個人 他們自己不知道 絕大部分人 跟他成熟以後 是不敢畫畫的 是 他拿著筆 哎 我不會畫畫 第一個反應 越大就越害怕 越大越害怕 其實這個就是那個時候 從小被 調成 要畫畫齒 所積累的一個 挫折的結果 這個挫折結果 成年人不敢畫畫 是因為 一旦你 這個心理解決不了 你一輩子都不敢畫畫 所以很多人跟我說 老師我為什麼不懂畫畫 因為你不懂畫畫 是因為你認為你不懂畫畫 其實你也懂畫畫 憑什麼說 你不懂畫畫 老師你這樣狡辯 我說真的 是因為你認為你自己不懂畫畫 其實畫畫沒有一個既定標準 是一種唱快的表現 當你的線條很流暢的時候 他可以比達心情 但是為什麼你不敢 比達呢 因為你覺得 流出了線條算什麼 他覺得那樣是亂來 亂來 我要畫杯 沒有畫花 就是因為 小孩子的時候 有宵戀時代 你們認為畫畫就是 握杯畫的花 畫得很像 你都不知道 那些小孩子畫的 有很大的錯誌 以至於絕大部分人 從此不想畫畫 一旦你擺放這個問題 看清楚以後 你發現 其實人人都是假裝的 畫畫這件事 一旦擺脫了 一直畫得很像 而把他和心態和情緒 連繫的時候 你會獲得一種自由感 所以為什麼 小孩子 一到一定的時候 你這樣叫一個畫畫不好 其實你們成年人 自己 為什麼不敢畫畫 他一定不敢畫畫 這個就是 那邊有一個什麼道理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就是 蕭兒時代 第一個 兩三歲的兒童 一定會進入一個圖母階段 其實它是一個探索階段 第二個 其實著名的心理學家 已經說了這個結論 就是 我們眼睛看到一件事 看到一個物體 比能夠把他畫出來 早很多 如果說得再準確一點 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眼睛看到一件物體 和把這件物體 如實地在一個紙上畫出來 然後兩回事 然後兩回事 千萬不要以為是一回事 有一個兩回事 所以實際上 不要說小孩子 就是連成年人 你都很難畫 馬上畫到 你所看到的物體 除非你經過另一種訓練 我們所謂的 叫做閃逸主義的訓練 是的 但很多人不明白這個道理 其實是最簡單的 這個道理其實是 最簡單的 一定要明白的道理 就是 我們看到一件事 看到一個物體 和畫出來 是兩回事 所以所學畫畫的人 第一個 他一定要成熟以後才能學畫畫 我最深刻的判斷 一定要十二、三歲以後 他們有一個寫實的訴求 這是天生的 的時候 我們才能開始跟他們講一些 步驟 同時 所有學畫畫的人都明白 當他們學正式寫實的畫畫的時候 他們所接受的是一些原則 而不是物體 也就是說 我們是不可能 當你一些畫法都不知道的時候 你就去畫畫 比如說 你完全沒有畫畫 但你說寫生 你不知道怎麼畫 你寫生之前 你一定要明白 怎麼畫樹 怎麼畫山 怎麼構圖 那這些怎麼學呢 這些全是從前人的作品學回來 全是一套規律 你掌握得好以後 你走到大前度 你看著山 你就想起 原來是這樣畫山 看著樹 原來是這樣畫樹 背後的知識肯定是起作用的 一定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正常的過程 而當家長不明白這個過程 而又心急 受到一些流行看法的影響 就逼著小孩子學畫畫 他們忘記了 絕大部分小孩子 如果他過早進入一個所謂的寫實 或一定要以畫得次文目標 辦知80 90 甚至更多個小孩子 在他少年時代 他所學畫畫 所獲得的收穫 就是錯字 很多都放棄 等於彈光球 大部分最後都放棄了 所以十一場學藝術 對於少年時代 其實對於成年人 我看過一樣的 最關鍵的問題就是 你怎樣才能使你的興趣 能夠延續 也就是說 你想方切法 把錯字放進去 這就是老師的肯定 而絕大部分老師 又不明白這個道理 他們其實是教經驗 其實很多學畫畫的人 都是教自己 在學畫畫過程中獲得的經驗 一旦獲得這個經驗 其實他一輩子都不用騙 而且很多是錯的經驗 但又沒有盡量太多的反思 對 何國的經驗是錯的 很少人去追究這個經驗 獲得的過程和道理 我能這麼說 是因為我可能做很多研究 除了畫畫這件事以外 才能夠明白這個關係 所以我建議假象 如果讓小孩子學畫畫 其實主要就是 讓小孩子能夠維持一個 陶末的興趣 以及這個過程中 其實是一種參與的 和興奮的 千萬不要過早 過高 或者過於客馬 擺一個 是否或似對象 為目標 千萬不要把文化 畫畫理解為 所謂的畫素描 而素描呢 馬上理解為 畫蘋果 或正晚 畫花瓶 作為了 很不忍悠